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征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690几 誓言 红名回旋,那第二件同样崩溃 王林右臂上的人形吐开架,直接爆开 但第二件消失的一瞬,云空斩下了第三件,第四件 两道剑气惊天而起,直奔王林 轰轰巨响,向着四周疯狂地回荡中 王林默然冲出,距离那云空不足百丈 其神色争鸣,透出一股杀机 云空面色略有苍白,他死死地盯着王林 在王林距离百丈的刹那,他咬破舌尖,喷出鲜血 那鲜血赫然是金色,形成了九道剑影 直奔王林而去 紧接着,他更是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之下,赫然间呢 一把古朴的透出皇族气息的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一把握住之下,其整个人一跃而起 在那九道剑影之后,展出了最后一剑 这古朴透出皇族气息的剑呢 王林在看到的一刹那,立刻就从那上面感受到了一股大天尊的神通痕迹 这赫然呢,与他的金印一样,是一把被大天尊从神通无中生有 凝聚而出的同级别法宝 在那九道剑影临近的刹那 王林目光一闪 他要离开这里 凡是阻拦者,都要承受他的怒火 右臂铠甲崩溃 但他还有左臂 其左臂默然握拳 向着那九道剑影一连轰出九拳 且看是你的剑锋,还是王某的拳硬 轰轰之声在这山脉上开天辟地一般疯狂回旋 形成了一股风暴,向着四周横扫而去 在那风暴中啊,那九道剑影直接崩溃 王林左臂的铠甲也全部粉碎消散 但他的身子却是走出了百丈 距离那月起斩下最后一剑的云空 不足二十丈 大天尊神通凝聚的法宝 王某也有 王林没有施展残业之术 此术即便是他如今浑凯后的修为 也不能连续施展两次 他必须要留在最关键的时候 与云空一战 看似艰辛,但实际上却还没有让王林必须要施展残业 且他看出了云空与那两个自曝的绿魔使者的心思 这种厮杀完全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一样 在王林话语传出的刹那 他的右手抬起虚空一桩 立刻一个金色的大印个人出现 在这金印出现的同时 立刻就与那金色的古朴长剑 漠然碰到了一起 轰隆巨响,闺旋天地 那云空喷出鲜血,神色萎靡 手中的剑刀卷直接崩溃成为无数碎片 其身更是被抛出 砰的一声落在了大地上 王林的金印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但却没有碎片,而是变得黯淡无光 被王林收集 这种大天尊凝聚而出的法宝 一旦相互对抗 往往看中的不是法宝本身的本质 与神通的来临 其重点是在制作出这法宝的大天尊 其本身为此宝凝聚了多少信念之力 无中生有 本就是极为玄妙的一种境界 显然那云空的剑,其上存在的信念之力 远远少于王林的这金印 收起了金印,王林踏在了这山脉的最顶峰 冷眼盯着那不远处的云空 云空嘴角不断地溢出鲜血 看着王林,神色很是失落 我输了 他没有提起王林穿着天牛魂铠的事情 也没有提起有关那同样是被大天尊凝聚而出的法宝之事 输,就是输 不过,你也输了 云空挣扎地站起身子 复杂地看着王林 你的昏凯时间也开过去了 他们两个的自曝 我的权力拖延 就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停顿一时半刻 我们都没有想到 也没有算出 你居然从这里离开 在这云空话语间 王林转身向着山脉另一边 急驰而去 他没有去详细听对方的废话 而是前行中 右手向后一挥 一道血光急驰闪烁 从那重伤的云空眉心 直接穿透 没有惨叫 没有反抗 那血剑穿透了云空的头颅 急速回到王林急驰的身影中 至于这死去的云空 是分身还是本尊 王林无暇去查看 他感觉到了那冥冥中存在的危机 这危机弥漫之下 他有了一种当年第一次 面对水稻子一般的感觉 这连绵不绝的山脉 王林所看的方向是一片沙漠 这种沙漠是孟土洲 最为常见的地面 整个孟土洲有近七成的大地 是这无尽沙漠 传闻在很早的时候 有一个不知从何地 来到了这里的天外修士 此人与先祖一战 败落后 被先祖封印在这里 这修士拥有一种可怕的 本园之力 他被封印在这里之后 此地变成了这样的沙漠 此人传闻姓梦 故而在这里 无数年后 渐渐被称之为 孟土洲 这里充满了土本园的气息 与那绿魔洲一样 绿魔洲实际上 也是大地土本园 那绿魔邪 本就是生活在大地之中的 一种天外凶兽 只不过被其魔器掩盖 很难看出而已 这些传闻在王林的龟甲内 有着详细的记录 在看到着孟土洲的一刻 这些记忆浮现在王林心中 但他此刻 却是无暇去思索太多 而是吉尺中 借着此刻浑海的速度 在无法施展缩地成寸中 向着孟土洲急驰而去 距离越来越近 万里的边界范围 在刹那中被王林跨越了大半 只剩下了不到千里 孟土洲摇摇于目 但就这一瞬间呢 突然天地色变 在王林的前方 骤然有六个位置 散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层层拨纹立刻回荡开来 却是那传颂阵运转的一幕 这传颂阵的运转 极为快速 几乎就是在王林看去的瞬间 六个传颂阵内 赫然每一个中 都出现了数十的身影 这数百身影 一共在转眼下 齐齐幻化而出 一股股惊天的修为气息 疯狂地扩散开来 这六个传颂阵的开启 需要付出绿魔舟极大的代价 尤其是一次性 传颂这么多人 修为越高 传颂一次 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若是第三步传颂而来 那代价的沉重 无法形容 可眼下 这数百人中 强者越多 这种代价 足以挖空绿魔舟 十万年的积蓄 这些人呢 原本是埋伏在天牛州 通过各个州的边界内 等待王林的到来 可因判断的失误 此刻不得不强行挪移而来 且这些只是一部分 还有更多之人 正陆续传颂而来 这些修士 所有人的穿着都极为相似 尽管颜色不同 但其上那黑白日月图案 却是一模一样 这个图案呢 王林在龟甲中知晓 这是属于绿魔舟内 第一大宗门 道魔宗的标志 这一次针对王林的阻拦 与杀戮 不是整个绿魔舟 而是道魔宗 一宗之力 千里范围就是梦土舟 可眼下道魔宗来袭 阻止王林前行 那种冥冥中传来的不妙 与危机 越来越浓郁起来 王林双眼瞳孔收缩 身子一晃 急迟地刹那 突然间那四周六个传颂者内 一共数百修士 呼啸而起 直奔王林而来 与此同时啊 一个个黑影 被这数百人抛出 砸向王林四周 几天草原 修士九人之头 几天草原 修士六人之头 几天草原 玄节散秀之头 几天草原 那一个个阴冷的声音 在这天地内回荡 落入王林耳中 让王林心神一振 他看着那一个个头颅 那一个个带着凄厉的面孔 这些面孔他熟悉 正是天牛第三学内 几天草原 与他一共奋战了数月 最终生存下来的部分修士 这些人呢 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他们的样子 王林却是记得 数百人头 占据了几天草原 最终活下来之人的 小半之多 你不是喜欢人头吗 这些便是我道魔宗 给你的第一份大礼 一个阴毒的声音 挥旋天地 道魔宗 若今日我王林能离开此地 日后 必回此宗满门 王林眼中露出了滔天鸿蒙 在内心发现了毒事 这是他第一次 在仙纲大陆 如此强烈 要毁灭的一宗 惨疑 王林猛地转身 他知道 自己今日想要离开这里 必定极为艰难 道魔宗这一次 为了杀自己 可谓是不惜一切 但看这些四周的修士 还有那满地的头颅 就足以说明一切 想要离开 就必须要拼了 且时间要快 否则的话 在这陆续的传送中 不断地道来道魔宗修士 将会让王林的离去 再没有丝毫的机会 时间越长 生机越灭 残叶二字出口 这绿魔州与梦土州的边界处 顿时被虚幻的海水弥漫 更是遮盖了天地 使得这四周八方 沦为黑夜之中 残叶一出 王林爆发出了 其身为修士 最强的神通 天地呼啸 那娇阳抬头 散发撕开黑夜的力量 不管什么修为 此刻 四周冲向王林而来的 数百道魔宗修士 齐齐在这撕开黑夜的力量下 发出凄厉的惨叫 一一身体崩溃碎开 元神也都无法逃遁 骤然毁灭 还有那传送阵内 光芒闪烁中正传送而来的另一波数百人 他们的身子还没等完全凝聚 就立刻轰然崩溃死亡 一是残叶后 天地色变 此地除王林外 再无任何活人 他面色苍白 浑溃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 王林没有丝毫犹豫 身子一闪 直奔千里外的梦土周 他不是没有考虑去毁灭那六个传送阵 但那六个阵法 竟然在残叶之术下还保持完整 极为不凡 绝不是王林短时间可以毁灭之阵 千里范围 转眼间 王林就跨越了一半 但就在这时 突然那六个传送阵内 再次闪烁间 第三波数百修士散发出更强的修为波动 赫然幻化成为长虹 直奔 王林追击而来 这数百修士中 有四人修为达到了空间中期 更有一人赫然拥有空节后期之力 这种程度的杀戮 必然是盗魔宗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力量 以一宗之力来杀一人 这种事情与私仇有关 但却不会只为了私仇 到了九宗十三门这样的程度 没有哪一宗的宗主 以及老祖会如此昏头 王林双眼通红 在这数百人追来的刹那 他知晓不可能有机会渡过这五百里 猛地转身 在那数百人神通 法术呼啸而来 各种法宝 急迟临近 尤其是那五个空节修士 急速来临的瞬间 他右手默然抬起 体内盗骨之力 红然爆发 身后立刻幻化出了成天一般的倒骨虚眼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